如果按我理解的,写圣经的背景 就是公元大约一百零几年,二世纪初 耶稣呢 死了,复活都已经差不多八十年之后 耶路撒冷被破都已经超过了接近四十年 这个我画的时间位是这个时间位 主要的原因是,马帝福音说十个童女 点灯那个比喻 他等世界末日,等新娘回来 等到个个都睡觉 很多犹太人盛传就是耶路撒冷被毁那一刻 被毁之后很快就会世界末日 但问题是耶路撒冷被毁了三四十年 大家知道呢,世界末日好像不会太快来 甚至,约翰那个体系 启示录甚至提到有千禧年这件事情 即是说一千年之后才会世界末日 无端端有一个千禧年的概念出来 奥古斯丁也是用这个方法去解千禧年 其他教父就不敢处理启示录这一段 奥古斯丁是偉大的,这里也是偉大的 他就认为呢 那一千年呢,就是说耶稣复活了之后呢 已经将魔鬼 他基本上迷惑世人的能力 某一个程度上已经打破了 所以进入了千禧年 一个特别的时间 那77.7呢 即是已经很复杂,越讲越复杂 这些旧约的语言经文 那 六十,即是头的六十九个七呢 已经走完运作 但最后的七呢,就暂停了 我,涉入了这个千禧年 但是说,你又会问 蛤?耶稣死和复活已经二千年了 一,还没捉二千年了 第二 一千只是一个弱数而已 那因为 你太整齐了嘛 这个数字 所以,就是说,一段很长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 你可以是一千 可以是二千或者更久的时间 所以呢 因为马太福音已经表达了 它是一个 比较迟些出现的圣经 是四卷福音书 最后出现的一卷福音书 就是说,那时候犹太人 经历了一个大分裂 就是犹太人里面的 基督徒 就会被其他犹太人排施 赶出去出去 离开会堂 这段经文呢 就是说那些犹太基督徒 你们的意义 要胜过法利赛人的意 就是你们犹太基督 应该要有很高的道德水准 给那些 普通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更加高 因为很清楚他们在想什么 他叫全部犹太人的会众在犹太会堂里面去读 基督徒就会遇到这些情况之下不肯读那句话 因为会咒到自己 他就会看这个人不愿意读一些经文 他就会抓这个人出来 你读不读 如果那个人死都不读 他就知道他是基督徒了 他就会把那个人取消去犹太籍 就不再是犹太里面一员 你明明在古时的社会里面 大家都埋队的 你一出生就是犹太人 会堂就是你的一切 你又出生 你需要在会堂行葛礼 你死了在会堂行葬礼 你死了你的遗产 会堂帮你处理如何转移给子女 你在会堂会结婚 教会基本上抄了犹太教的一切 建立了天主教 或者之后的东正教 天主教的东正教最初就没有分裂 就是这样的 如果这段经文正确的解释 应该就说 你们这些犹太基督徒 你说 你应该和弟兄是尽量和好的 那些迫害你的弟兄 你会对他们很生气 但是你不应该生气 那个是你犹太的兄弟 大家都是同一个祖先 他说你出会堂也好 你仍然是尽量去压止你的怒气 尽量不要说他们是什么 垃圾啊 蠢材啊 那些东西 摩理和拉加都是垃圾啊 蠢材的意思 如果你这样做 就难免工会的审断了 就是说 犹太人的会堂里面 就是他们有一些 有一些在会堂里面 比较高层一点的人 他们就管你的会堂 就叫做工会了 那你难免在会堂里面 比较高层一点的人 所组成的工会 会判断你的了 你要罵他们摩理呢 就难免落地獄的啦 他就说 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 祭坛的话 其实就讲了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的影像 那耶路撒冷被毁之前 你去献礼物 希望与神和好 你觉得你有什么做错的事 在上帝面前求宽恕啦 但现在他就说 你应该在献祭坛的时候 在献礼物之前 如果你想起跟你弟兄有过节 你应该和好 你应该和好的 在说和他和息 这里其实这段经文 其实表达了一件事 就是 基督徒要跟你 很亲密的同族 尽量和好 就是说他表达了一种情绪 就是 耶稣是不想 基督教和犹太教中间分裂出来 不想的 但是历史上 就是发生了 犹太人对犹太基督徒 有很大的压迫 最后那些犹太基督徒 什么都失去了 失去了他们的犹太籍 被人赶了出来 被迫变成了爱邦人 如果还没去到那一步 还没说出来 他尽量都希望求大家融合 是一种爱仇敌的情绪来的 是这段经文的表达 那究竟是不是对我们普通基督徒有没有意思呢 那我想你又会问 我觉得是有意思的 就是说我们如果和那些 未完全决裂的人 尽量都希望和他们和气收场 就是有些人什么叫未完全决裂呢 就是说如果你被人赶了出会堂 人家都当你是当受咒座了 那就有什么好谈呢 人家已经被人赶了出犹太会堂了 你是一个犹太基督徒 那工会都没办法审断你了 你可以和好的时候 你就尽量和好 但是人家都已经和你决绝 当你是死仇 那你都没得可以做的 对不对 你踢了出去 被犹太教踢了你出去 你是犹太基督徒 这段经文呢 我会这样解释的 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社会 有些人 我不需要去做到这么尽 去趕着和我走入一个对立面 尽量求融合 但是有些人 是一定要弄死我们的 已经是没得谈的了 那我们就要坚决 和他们决绝和你们的面 逗到底 犹太基督徒 已经被犹太人迫害了 讲出会堂了 都没得谈的了 是不是 犹太人说整个基督教 是异端 甚至在动用 罗马政府的力量 去告我们的阳 告这条阳 那大家就变成了死仇了 那你面对死仇 那你当然就是 尽量去 去保护自己的群众 和他们对抗 你对仇敌是没得谈的 是不是 不会说 没有什么苦人之仁的 可以团结 尽量不要求抹面 但是有些抹了面 圣经没有理由说 喂 你 你坐以待毙的 是不是 这段 是在讲 没有抹面的时候 下面 下面讲 以颜挥眼 以颜挥眼 那段 这段 以前 可能其他政教浪人也有解过 但是我这次快点说 他就说 不要跟恶人作对 其实那时候 基督徒又或者犹太人都好 他们面对罗马帝国 他们都是在劣势里面 人家的武力是绝对性的 所以 罗马帝国的兵丁 会迫害一些异族人 就要他们帮他 去走两里路 就是说 可能 那个罗马兵丁 他有一些行李 他就无端的到街 捉一个异族人 帮他拿 他叫你走一里路 耶稣就说 你陪他走两里 如果那些罗马兵丁 问你拿钱或借 其实你都没得推的 推来干什么呢 这个是犹太革命之后的说法 犹太革命之前 就是犹太人 想和 罗马人 去对抗 但是革命之后 都输了 人家打赢了 那你还怨什么呢 是不是 他说人家问你借钱 你不要退 不是说我们现在香港社会 我们要无止境向蟑螂去 退让 因为未去到他统治香港 我们要在他面前跪 他们是邪恶的话 可以抵抗的时候 就抵抗咯 但是 那时候犹太人面对着 罗马政府 你都没得抵抗的时候 那被人家打完你右边面 人家打你右边面 又用右手打你右边面 极其侮辱地打你这边 你都不介意被他打到左边 人家用掌心打你 还是用掌辈 用掌辈 用掌辈去打你 已经这么大侮辱了 打多一下又何妨呢 但是你跟他斗 斗不赢 你真的会死 为什麽搞革命呢 公元70年你搞革命 输了 现在三四十年后 还说这些东西 浪费啦 那意思 因为 以牙橫眼 以牙橫牙 看那段经文 譬如说 你不可杀人 不是错的嘛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以牙橫眼 以牙橫牙 本身是没问题的 咳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有些人 去害我们 我们要求他赔偿 我们所受的伤害 我伤害了 不见了十元 你就赔回十元 给我咯 我可能买了个饭盒 你倒了我的饭盒 我的饭盒值四十元 你就赔回四十元 我咯 五十元就赔回五十元 我不问你多 是不是 你还给我是一个公义 是不是 以牙橫眼以牙橫眼 不要先将它污名化 圣经没有说 第一个 这句旧的圣经 是有任何错的 不过 如果你的处境是 别人都恶了 譬如说别人拿着枪 别人在 那个蟑螂 在街里面十个 戴了面罩 他们都恶了 十几个随时融了你 你在那一刻 你唯有就是 任他们搞的 对不对 所以这段经文就叫你 没办法的 你在绝对的劣势之下 你任他们 但是你不在绝对的劣势 你以牙橫眼 没错 去到最后 爱仇敌 第一句就是 旧日圣经说 你们听经有话说 爱你的轮舍 恨你的仇敌 旧日圣经 什么时候都有实践恨你的仇敌 如果我们看 以斯帖记 他说 那些 波斯人 曾经有些阴谋 要把犹太人杀光 那后来 以斯帖 成功 碰碰了皇帝 指责了 哈曼有阴谋要屠杀 灭犹太族的人 扭转了 在普尔节那一天 扭转了犹太人的命运 犹太人因为皇后得宠 成功扭转了被屠城 被灭族的危难 后来 大大残杀了他们的仇敌 基本上 圣经 就是说道理 就是爱你的轮舍 恨你的仇敌 恨你的轮舍在圣经没有出现 但是事实上 你的仇敌伤害过你 你恨他 是很正常的 耶稣没有说这句话有问题的 但是圣经又说到另一个伦理 我告诉你 你要爱你的仇敌 为你逼拔你的祷告 他说上帝有绝对强势 上面那个 不要与人各人作对 打完右边面打左边面 在一个绝对弱势的时候 上帝是对那个仇敌 是有爱的 所以上帝在绝对弱势的时候 所以上帝在绝对弱势的时候 他会叫日头 照好人也照打人 因为第一队和第二 第五队和第六队很相似 但是第五队和第六队 是说不同的情况 第五队是说一个弱势的时候 就是由他任教 就算你在一个强势里面 圣经说上帝是向日头照好人也照打人 降与给义人也照不义的人 这段经文就是说 上帝向那些仇敌 上帝就算这么强势的时候 都会对仇敌去施恩 希望感动他们去悔改 如果我们只是对我们自己好的人好 不对那些仇敌好 那跟普通人有什么分别呢 但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 上帝究竟有没有真恨邪国呢 上帝有没有真恨那些人犯罪呢 他爱仇敌之余 究竟那个恨有没有被消解呢 上帝用了很多时间去等人悔改 我们看药一书 或者犹大书 上帝不是要 他现在迟然不是因为 他不想去伸张公义 但是他因为在等待罪人悔改 上帝是会给个时间的人悔改的 但是到那个悔改等也等不到的时候 上帝会伸张他的公义 什么叫伸张公义啊 上帝他爱的人 被这些罪人去伤害嘛 他那些坏人伤害的时候 上帝就会向这些人报仇 你搞我的人 我现在就向你报复 上帝会向一些犯罪的人报复的 上帝对他的仇敌都会痛恨 他痛恨一边痛恨的时候 他有时会很有智慧地去爱这些痛恨的人 上帝对人一向都是爱恨交辞 圣经说我们还作仇敌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之显明 就是说上帝恨我们犯罪的 但是我们犯罪的时候 上帝也曾经向我们施恩 希望我们悔改 脱离这个犯罪的情况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成为上帝 又爱又恨的对象 圣经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圣经没有叫你恨仇敌是错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因为不可杀人都不是错的东西 他在不可杀人之外就叫你 你不要动手动脚去杀人 所以加码 不可杀人不是错的 第一句那句 在这里也是 以颜还颜,以颜还颜没有说错的 恨仇敌都没有说是错的 不过,你恨仇敌之余,你都要爱 做到的就好了 以德报怨就好了 做到的就好了 你不会人生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到以德报怨的 对不对 人家抢你的枪,要拔死你的时候 那你旁边的同步 只要拿枪去拔死那暴徒 对不对 人生不会任何时候都可以做到爱承受 不过有机会的话 如果做 做到的就最好 解释了这么多先 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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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一下 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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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拥得 你拿